仓鼠怀孕了怎么看出来 苏鹏,职业兽医师,犬猫皮肤病,神经内科专科医生 仓鼠怀孕之后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食欲和饮水量都会急剧增加 开始的时候喜欢采取平躺或测睡的方式来进行睡觉 身体也会慢慢的变成一个泥型 即前细,后粗,屁股明显变大 但有些仓鼠表现的并不明显 在怀孕后期腹部会出现双排扣的情况 即对称的奶头 若是第一次生产,奶头可能不会特别明显 若出现,可以观察到奶头的位置 等毛发会变得稀疏,像一个个的小坑 体重也会慢慢的增加,肚子也会慢慢的变大 摸起来会有硬硬的肉的感觉 但同上,有些仓鼠也会表现的不明显 下面是一些比较明显的现象 若如果出现以下现象 主人就需要多用心去观察一下 并结合之前的进行做一些判断 抹仓鼠脾气往往比较暴躁 表现的方式主要是每天进行有跑轮的时间增长 铁肯尿笼子的次数增多 多层笼子它们会出现乱窜 若平时一直与仓鼠关系出现比较和谐 而现在出现有欺负公仓鼠的现象 导致公仓鼠出现咬伤 这种情况就要提示仓鼠已经怀孕 还有就是母仓鼠会出现藏食的情况 如果藏食的量越来越大 就表示仓鼠已经是在备孕的后期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